在现场 桃园有一名六岁男童 四个月前罹患的罕见疾病 导致新肾功能衰竭 必须要打针救命 但是家人表示一针就要21万元 家人光是医疗费 最近就花了315万 家计已经难以负担 而叶小弟弟他的体重 瘦到只剩下11公斤 目前并未住在江户病房 照片上的叶小弟插着鼻胃管 呼吸器虚弱地躺在病床上 瘦到只剩皮包骨 让人看了忍不住鼻酸 叶妈妈怎么也没想到 原本健康活泼的儿子 竟会突然染上致命疾病 想起宝贝儿子叶妈妈表情 紧实不舍 四个月前六岁的叶小弟 罹患非典型性溶血尿毒症 但依赖一针要价21万台币的针剂 才能维持生命 目前已经打了15针 花费315万 叶爸爸叶妈妈已经快要无力负担 我希望政府可以赶快让这个寒病可以过关 希望政府可以正视寒病的问题 因为我相信还有其他 跟我们一样的人需要这样子的帮忙 这五个月来叶爸爸叶妈妈始终没有放弃希望 叶小弟的体重从原本18公斤 掉到只剩下11公斤 医生判断他罹患罕见的非典型性溶血尿毒症 是因为基因缺陷导致心脏肾脏衰竭 现在必须24小时洗肾 然后让我们可以赶快帮助 也红明常会好起来这样 叶妈妈始终坚强面对 相信奇迹会出现 宝贝儿子可以好起来 再次开口叫神妈妈 一家人能像从前一样 开心想天伦之乐 中文新闻林冬明 胡卫婷 桃园采访报道 中文新闻林冬明